物体占有空间,具有质量 而物体所占的空间,与它的体积大小有关 小明上次学会了正确记录测量结果的方式 打算用一样的方式表达体积测量的结果 只是,用尺可以量长度,无法量出物体的体积 小明相当困扰 请各位同学帮忙想想,有什么方式可以测量物体的体积呢? 形状规则的物体,我们可以用公式计算 在国小的时候,我们学过,眼前的这个正方体 可以使用边长乘以边长乘以边长得到体积有多大 长方体则可以用长乘以宽乘以高得到体积 如果是柱体,则会使用底面积乘以高来计算 但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物体并非是形状规则的 像是路边的小石子,或是家中大门的钥匙 那像这样形状不规则的物体,我们可以怎样测量到体积呢? 形状不规则的物体 可以使用排水法来测量体积 让我们来讲解一下 用一个两桶,内含20.0毫升的水 把一个小圆球放入两桶 小圆球沉至两桶底部 此时,我们发现两桶内水上升至23.0毫升的刻度 因此,测量丢入小圆球前后的水面刻度差 23.0毫升-20.0毫升等于3.0毫升 而物体会排开与本身体积相同的水 所以排开的水就是这个物体的体积咯 小圆球排开水的体积为3.0毫升 排开水的体积也等于小圆球的体积 而3.0毫升的水体积恰好等于3.0立方公分 因此,小圆球的体积为3.0立方公分 毫升和立方公分都是体积的单位 其他相关的体积单位和换算关系 可以参考这个图表哦 那所有物体的体积测量都适合用排水法吗? 这里要请同学们想想看 可以单纯使用排水法测量体积的不规则物体 需要有哪些特性呢? 若要单纯使用排水法测量体积 物体必须不溶于水 而且可以完全沉入水中 测量时会先在容器中倒入适量的水 再使代测物体完全沉入水里面 不过,如果我们配合一些变通的方式 仍然可以使用排水法测量不沉入水中 或是会溶于水物质的体积哦 最后来小事伸手一下 请问下面的叙述何者正确呢? 讲到这里 帮大家做个简单的重点整理 一、我们可以使用排水法测量不规则物体体积 二、要单纯使用排水法测量体积的物体 本身需不溶于水 而且可以完全沉入水中 三、物体沉入水中 会排开与本身体积相同的水 最后请大家思考一个小问题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测量漂浮在水面上的木块体积呢? 欢迎将你的答案留言在下方分享给我们 我们下次见